中华民国2012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会 12月3日登场 现任总统兼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以及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首度同台 就内政民生、两岸外交等问题交锋 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中共当局及媒体却保持低调 而大陆网民则羡慕并热烈议论台湾民主盛事 首场辩论会是台湾总统大选 三场电视辩论之一 由台湾公共电视台与中央社 以及四家报纸合办 另有30多家媒体连线报道 辩论会分申论、媒体提问、候选人结问和结论四段 在两岸关系部分 马英九表示 不统、不独、不武 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九二共识 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符合宪法 是割职争议 共创双赢的最好办法 民进党最不让人放心的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两岸关系 制造冲突 造成烽火外交 我们愿意回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八年台海紧张关系的台湾吗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则表示 两岸之间有1992年的会谈 但是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如果政府领导人接受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是不对的事情 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一个共识 2008年我们的马总统就任以后 把这个国共的共识 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 把它转化成为是一个两岸的共识 这是一个伤害台湾民主最大的地方 台湾共识讲究的是一个民主的程序 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是具有包容性的 也可以将一中各表纳入一并讨论 从而才能化解内部生息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找出可长可久的新互动基础 马英九则表示 所谓台湾共识像个白宝箱 好像什么都有 但不知道哪个才是共识 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将陷入不确定 对台湾非常不利 台湾媒体引述北京涉台 权威人士的话表示 大陆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台办主任王毅 近来在各项场合重申 九二共识是两岸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前提 但如果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向前走 在辩论会上 对于马政府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宋楚瑜给予正面肯定 蔡英文也由过去强烈反对 转为可以概括承受 台湾媒体民调显示 这场辩论马英九先胜一筹 香港媒体赞誉台湾主办媒体提问不留情面 表现出第四权力的风范 中共当局没有对此辩论会做出回应 大陆中央级媒体如新华社 人民日报央视显得十分低调 仅做简短或转载报道 而大陆网民对台湾总统大选辩论议论热烈 有的网友说这样的君子之争太给力震撼 两岸政治文明高下立判 更有网友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国家主席直选辩论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 台湾大选的民主示范在大陆会产生很积极的启蒙 辩论会最后结论时 马英九强调挑战经济问题 促进两岸和平 他最受信赖 蔡英文指出 他不容国家主权被霸凌 宋楚瑜则说 他要重视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新唐人记者易如、李元翰、周平采访报道 大家可以参考只许